小女孩仅凭一张纸 就找到了失踪五年的妈妈的踪迹 可在紧急关头 却被坏到时挡住了去路 楚可言审视般地看着江家妇女 心里一丁点感觉都没有 甚至还有些嫌弃 看她迟迟不说话 江森继续糊弄道 医生说你撞到头部暂时失忆了 都怪我 不应该让你自己一个人去开车买东西的 如果我陪你一起 你就不会出车祸了 我出车祸了 是的妈妈 你在床上睡了好久 玩玩天天来给你唱歌讲故事 天天盼着你醒来 爸爸为了妈妈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妈妈你以后再也不要受伤了好不好 我真的出车祸了吗 为什么我身上一点痛都感觉不到 江森猜到他会问这个 毕竟楚可言曾经也是一位名校高材生 智商可不低 你在疗养院昏迷了将近半年 身上的伤都好了 只是医生说你不一定会醒来 我和文文不相信你真的就这么抛弃我们 一直等着你 幸好我们的等待没有被辜负 他这番言辞恳切 却丝毫没有动摇楚可言心中的疑虑 为什么 我对你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没关系的 你现在记不起来没事 我可以把我们的过去一点一点说给你听 江森坐在楚可言床边 讲述着他们在大学时的点点滴滴 文文站在一旁仔细聆听 看起来真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别说了 楚可言突然立声打断了江森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下意识地厌恶这些往事从江森的嘴里说出来 难受的话 我就先不说了 等你以后想知道了我再讲给你听 江森看似何顺 内心却狂躁不已 我就猜到楚可言对我所讲述的一切会有反应 因为那一切都是真实发生在他和陆玉峰之间的事 没想到可言就算是失忆了 本能也还是记得和陆玉峰发生的过往 谢谢 可惜你说了那么多 我还是记不起来 没事 就算你一直记不起来也没关系 我和文文会陪着你 妈妈 我会和爸爸一起保护你 为什么我会厌恶他们 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的丈夫和女儿 看来得我自己想法找证明了 因为医生说楚可言的身体已经大好 不需要再住在疗养院 江森便带着楚可言回到他早就已经布置好的家 可言 我们之前就住在这里 你还记得吗 楚可言淡淡扫了眼两人的结婚照 除了这个 就没有我其他的生活照了吗 这照片可是江森找人花大价钱屁 根本看不出来修图的痕迹 看到楚可言对着婚纱照的态度 江森心里虽然失落 但还是强颜欢笑道 我们搬过一次家 你的照片不小心被搬家公司弄丢了 很完美的说辞 但也让楚可言瞬间就失去了参观别墅的兴趣 文文一整天都很开心 有了这个新妈妈之后 爸爸对我也很温柔了 我好喜欢这个妈妈 漂亮又温柔 要是那个碎碎之道了 肯定非常羡慕 文文高兴地牵住楚可言的手 妈妈 你要参观我的房间吗 里面好多玩具都是你给我买的 楚可言不动声色地抽开手 不好意思我有点饿了 阿姨已经做好饭了 准备的都是你最爱吃的菜 我们去吃饭吧 如意 楚可言洗完澡正准备睡觉时 江森坐到了床边 可言 我去磕防睡 为什么 我们是夫妻呀可言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我守了你那么久 好不容易等你苏醒 看到他这样示弱 楚可言感到一阵反胃 给你两个选择 要不我现在跳下去 要不我们就分防睡 楚可言说到做到的性格 江森还是十分了解的 他只好妥协道 好好好 我去客房 只要你不伤害自己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等江森离开以后 楚可言再也忍耐不住 跑到卫生间马桶上干熬起来 他对江森的触碰感到恶心 让他更加笃定了心中的想法 江森绝对不会是我的丈夫 但他为什么要骗我 如果我真的结过婚 那我真正的丈夫和女儿又在哪里 早上 碎碎和爸爸一起吃早餐时 陆玉峰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 他看完后眼神转变暗 奶奶 爸爸有事要忙 先走了 晚上回家再陪你吃饭 爸爸 是关于妈妈的消息吗 是的 但现在还不确定 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 爸爸第一时间告诉宝贝好不好 好的 爸爸不要太辛苦 我在家里乖乖等爸爸 陆玉峰觉得自己上辈子 肯定做了很多好事 才得来这么一个女儿 等陆玉峰离开 碎碎也吃不下了 唉 最近爸爸一直在寻找妈妈的消息 真的很辛苦 可惜我都帮不上什么忙 不知道白无常叔叔那里有没有可以找人的方法 想到白无常叔叔 碎碎又猛然想到了白无常教他的千里追踪符 他迅速掏出一张符纸 脑海中想象着妈妈的模样 心里默念着妈妈的名字 符纸居然真的缓缓升到空中 然后飞腾出去 白无常叔叔告诉我 千里追踪符只能找到距离十周人二十公里之内的对象 现在符纸有了反应 那就说明妈妈她真的还活着 甚至就在这附近 碎碎安耐住激动 追着千里追踪符离开了家 路走 我查到江森在五年前临出车祸的前几天在郊区购买了一栋废弃的医院 并把那里改成盛兴疗养院 但那所疗养院并不对外人开放 我之前装作病人去询问过 那里的工作人员只说疗养院是私人产业 除此之外 疗养院工作人员的嘴都很严 我们甚至没办法进门 改造成疗养院的时间段 未免也太可疑了 我们在疗养院外蹲守了将近半个月 发现江森总共去了七次 每次时间纳约在两个小时左右 但江森本人或者亲戚都没有需要进入疗养院治疗的情况 我合理怀疑 夫人就被他藏在盛兴疗养院 陆玉峰见眉紧促 没有说话 陆总 需要我现在叫人强闯疗养院就出夫人吗 不行 这样肯定会惊动到江森 如果他在我们之前就把可言转移出了疗养院 那么在他知晓我们查到疗养院之后 也能转移第二次 陆总说得不无道理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到疗养院附近停车 我先前进去看看情况 疗养院用足足四米高的围墙牢牢围着 门口还有保安 陆玉峰借助墙外的大树 顺利地来到了疗养院的后花园里 根据助理发给他的地形图 只有三楼设置了病房 他轻快地跑上三楼 一尖尖地查看病房 许航说得没错 治疗养院根本就没有招待过病人 病房里的摆设急紧如新 像是从来没有人住过 这时 走廊拐角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陆玉峰连忙藏到暗处 偷偷观察着来人 在护士走近的时候 他一把抓住护士拖到了旁边 治疗养院有没有住过一个叫楚可言的病人 护士被陆玉峰吓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我现在放开你 你告诉我楚可言到底有没有在这里住过 如果你敢喊人或者骗我 我不敢保证你的脖子和身体 会不会分家 护士连忙点头示意自己说真话 陆玉峰这才缓缓松开手 我的确照顾过楚可言 但是他前几天已经被人接出去了 谁接他走的 是 是我们疗养院的老板江总 哼 火然是他 陆玉峰刚回到车上 就收到了碎碎发来的信息 他点开一看 是某个地方的定位 他下意识就觉得这个位置和可言有关 许航 改道 半个小时前 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郊区的别墅外 谢谢司机叔叔 就跟咱们刚刚说好的那样 司机叔叔在外面等我一个小时 如果我没有出来 就帮我喊警察叔叔哦 出租车司机没想到这碎碎那么有钱 还答应他回城的时候多给一千 连忙乐呵呵地答应了 别墅大门紧闭 碎碎从栏杆的缝隙中穿过去 他感应到千里追踪服就在这里 但别墅里静悄悄的 碎碎在后院转了两圈 都没有找到进入屋内的办法 突然 他听到有人在缓缓靠近自己 猛然转身一看 居然是文文 是你 为什么文文会在这里 他跟妈妈有什么关系 碎碎下意识地想去听文文的心声 却什么也听不到 哼 青瑶爷爷说得果然没错 你居然敢偷偷闯进我家 他居然认识那个坏道士 那我听不到他的心声 肯定也是因为坏道士帮忙了 你是不是认识我妈妈 快把我妈妈还回来 听到他这么问 文文更生气了 什么你妈妈 那是我妈妈 你凭什么要跟我抢妈妈 本来就是我的妈妈 我才不需要跟你抢 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妈妈了 我不会让你找到他的 哼 你这个臭榴莲 大坏蛋 你是烂香蕉 我打洗你 碎碎好歹是在乡下散养地长大的 毫不费力地就把文文摁在了地上 你这个臭榴莲 快点告诉我妈妈在哪 不然我就打你的屁屁 不 你别打我 我带你去我家里找妈妈 找到了就算你赢 碎碎太着急 也没有细想文文为什么突然就服输要带她去找妈妈 你快带我进去 文文打开门 碎碎立马冲了进去 只是才跑了几步 就被青阳道长挡住了去路 他手里还捏着一张符纸 正是碎碎清早放出去的那张追踪符